他選定的Key 然後還有他那個 今天嗓子特別的用力 那我覺得那個部分 就是希望你可以再去 開發你新的 發聲的部位 那因為我覺得其實 你應該是也很聰明的 你應該可以善用你 各種的天分 那我覺得可以去開拓你的 發聲部位 你可以唱的類型其實就不再局限是 台語歌 我覺得有時候是一種特色 可是到後來你如果被他局限住 反而是綁手綁腳 謝謝 好 千娜有沒有什麼話想跟這個 所有其實已經算是從百人初選到現在 他經歷了很多關了 應該算是其實剛剛老師們有講到說 不是一個悲傷的離去啦 算是非常驕傲能夠完成這麼長的一段路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跟所有的朋友說 就是從 百人初選到現在 我覺得從中我學習很多 那 也很謝謝 就是評審老師給我任何建議 那因為很多老師給我建議 那我就是很沒有方向 去做任何改變 所以我才會局限在這裡 這個可能也是參賽者 因為一時之間要聽 滿多的意見然後還要消化 可能就是個人的這個不管是 有沒有到那個時間 有沒有那個悟性 或是有沒有剛好 你知道他突然懂了 這也是需要一點點時間的 急不得 沒有關係 但是已經表現非常好了 來 我們星光二班 有沒有代表要說幾句話 我覺得千娜到一直以來到現在 我就覺得 他是我很欣賞的一個人 因為我不太會唱台語歌 一直想要有機會只要叫我唱台語歌 然後都沒有機會 然後我真的覺得他很棒 真的 謝謝 另外有一位已經在後面 剛剛也抱著一包衛生紙 林依蓉 跟他說幾句話 他要走了耶 好不好 大家已經這個同班這麼久了 來 我們很少看到伊蓉會有這樣子的感情 因為他平常就滿 嗯 比較會 壓抑自己的感覺 那 好 另外在後面站的這一位傻大哥 佩茨 其實 我 其實我全部的裡面 我最早是跟千娜見面 那時候擺了出去我們在廁所 然後我同學覺得他好漂亮 然後就跟他合照 那時候 他是我第一個講到話的人 然後 老師啊 你叫他唱歌要回去練表情 我跟你講他連哭也是 他也是我在那麼多人裡面 看到第二次鼻涕一直流出來的人 他就是真的 他就是單純這樣 就是我一直很喜歡他的個性 而且我們兩個個性有 其實他也傻傻的 然後他常常在MSN上 都會鼓勵我 然後說 就是我們兩個都會互相勉勵啊 然後 然後之後他那個 還有他就是中間 有一些波折 然後我就覺得 我想問他什麼 我又不敢問 然後我就覺得 看他一路講中過來 很勇敢 很成熟 然後我覺得 就是 很捨不得 可能星光二班跟星光幫喔 第一屆喔 最大的不同就是喔 其實在第一屆的前 幾乎是前四分之三的比賽裡面 我們是沒有這麼多 被關注的壓力的 因為那個時候 大家並沒有注意到這個節目 所以在前面 至少四分之三 我們可以感覺到 選手都是很開心的喔 那當然到第二季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很多的 關注的壓力都來了 甚至這個會這個 不只是你舞台上的演出 私底下的生活 或是過去的點點滴滴 他們都想要報到 那當然對設施衛生的這個千娜 可能會覺得是一種壓力 但是其實我們也都告訴過你 那不代表什麼 那只是你的一段成長的過程 對不對 喔 所以其實我想這個千娜 有這麼多的友情 有這麼多這個老師 對你的批評指教 我覺得繼續加油啊 好我想今天我們評審呢 還有製作單位 大家都是以一種祝福的心情 能走到這一步 已經是水準之上了 在這裡我們用熱烈掌聲 謝謝李千娜 謝謝 謝謝妳的演出 謝謝我們這位漂亮的長腿姐姐 謝謝妳 台語天后千娜 那所有在這個台上的選手 也要繼續的努力喔 今天我們也很意外的看到了這個 平常不會出現在失敗區的選手 居然也下去等待了喔 所以其實每一刻都要好好掌握 尤其可以跟各位觀眾朋友預告 未來會越來越精彩 包括了星光一般會出現 來跟我們星光二般對唱 所以精彩可期的超級星光大道 下週投影時間再見 晚安 超級星光大道的每一個人 沒有你們 沒有你們 就沒有今天的武力千娜 以後不管怎麼樣 我都會繼續努力 我也不會放棄 我最喜歡的成哥 然後我希望就是其他長賽者 都夠繼續加油 你們很棒 好酷喔 星光二般的台語小天后 李千娜 以她獨特的唱腔 一路晉級到了星光十強 但誠如評審所說的 演唱技巧未能有所突破 讓她遭到淘汰 正式離開星光五台語 最多盛開地話 如時如花 你能微笑多奔放高雅高雅 我也以北來離開 你共過多雙心合意 沒有你的日子 我真的好孤單 所有的心碎 卻無無聲敗 回忍卡牌 魔鬼一拜 偏向尊風的無奈 男子男子男子 男子男子 以啊以啊 男子男子 以啊以啊 走路的痛迷 以啊習慣 待著不能繼續在這舞台上唱歌的遺憾 千娜将在今天正式告别超级星光大道 一路以来 评审老师的尊尊教诲 帮助她更了解自己歌唱上的缺失 带着对评审老师的感谢 千娜依依不舍地离开这个舞台 评审老师们给过她的建议及教诲 也将成为她未来向前迈进的最好指标 与战友们的互相鼓励 修齿 也让她在长期的比赛中 更能坚定自我朝着梦想的行进 在比赛的过程中 千娜也一直以最坚强的态度 去面对每次的挑战 纵使在今天 这追寻梦想的旅程 也将暂时告一段过 我敢跟你们说因为有你们 所以我们天才会这么先去看 千娜 千娜 你可千万不要忘记那对唱歌的热忠 期待在未来还能在舞台上再不看见 你那独特的嗓音 唱出一首又一首更动人的歌曲 李千娜 加油 随着人数越来越减少 星光大道的比赛也将越来越激烈 千万别错过下周五更精彩的 超级星光大道 超级星光大道 每周晚间9点30分 准时开唱